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相信您已經看過了我們 之前錄製的其他的 聖經上提到的約 總共有八個約 上帝以我們立了八個美好的約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最重要的 最完美的最後完成的約 叫做新約 讓我們看第一頁 新約完成救恩 新約是最完美之約 也是所有之約的總綱 神一切的應許救贖 唯有透過新約才能完成 你知道我們之前講的很多很多的約 也許是亞伯羅罕之約 也許是挪亞之約 也許是大衛之約 或者是其他的約 其實都要指向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新約才能夠完成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 預言立新約 你知道就很像是 我們去看 比如說好 復仇者聯盟第一集 然後演完之後 最後那個片尾的彩蛋 都會演說 那個索爾怎樣呢 或者是鋼鐵人怎樣 然後就預言要有第二集 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的聖經也是這樣 在舊約的時候 預言有新約 神小玉先知 耶利米說 耶穌華說 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 另立新約 我要拍下一集 懂意思嗎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首領 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 與他們所立的約 我雖然做他們的丈夫 他們卻背了我約 這是耶穌華說的 耶穌米書31章31到32節 我們再看下一頁 耶穌華說 那些日子以後 我要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 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 放在他們心裡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做他們的神 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耶穌米書31章33節 你看 以後所立的約 就是新約 舊約之後就是新約嘛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舊的已經被成全了 舊的沒有被廢去喔 舊約被成全 在耶穌基督上面 完全的成全之後 新的就來 就是新約嘛 我們再看下一頁 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之約 是百姓不能行的 是人無法做到的 所以神藉著恩典 令立新約 律法之約是刻在石頭上 如果你有心理 你可以去看聖經 哥林多後書裡面有提到 新的約 定罪的執事 屬靈的執事 新的約 舊的約 OK好 律法之約是刻在石頭上 而新約是刻在心板上 舊約注重字句 新約注重聖靈的帶領 我們再看下一頁 主以保血力新約 預言完了之後你看 說要拍下一集 好現在下一集開始播出囉 主以自己的保血力的新約 主在最後的晚餐時 對門說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 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所以新約要開始 這是最後晚餐 沒多久之後 耶穌就被帶去釘十字架 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之後復活 哈利路亞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主的保血是赦罪的根基 因為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二節 牛羊的血都不能赦免人的罪 唯有主耶穌無瑕無策的保血 才能赦免人的罪 主的保血是立新約的根基 你知道牛羊的血就很像是 比如說你去買東西 你用信用卡 你刷了信用卡 你就可以把商品拿走了 問題是你有付那個錢嗎 其實你那時候還沒付啊 到下個月初或月底 帳單來之後才付啊 牛羊的血就很像是 那個信用卡刷了 當看到那牛羊的血 就遮蓋那個罪 就很像你簽的那個名 你的信用遮蓋 今天要付這個錢 然後到月底的時候一次付 而我們是這樣 到新約的時候 到耶穌的新約的時候 耶穌的保血真正的赦免 除掉所有一切的罪债 主的保血是立新約的根基 我們再看下一頁 飯後也招了拿幾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你們每逢賀的時候 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格林多前書十一章二十五節 絕術書用他的保血 立了這個新約 如果你有興趣 真正的聖餐的教導 你也可以搜尋 我們其他的視頻跟影片 你會看到真正的聖餐的教導 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應許 它可以使你身體健康 不軟弱 不疾病 連死的都很少 那是聖經清楚的應許 好 你可以去查其他 我們今天不講 我們再看下一頁 更美之約的中保 新約可以說是約中之約 是更美之約 而耶穌是更美之約的中保 為什麼他是更美的呢 我們看下一頁 聖經說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 做了將來美式的大祭司 經過那更大更全輩的帳目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屬乎這世界 希伯來書九章十一節 耶穌基督就是那個更美的 將來美式的大祭司 我們看下一頁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賭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進入聖所成的 永遠贖罪的事 以前的罪只能夠一年一次 去用那個牛羊之血 暫時的遮蓋 可是耶穌的保血 是塗抹掉了 完全除掉了 永遠贖罪的 希伯來書九章十二節 我們再看下一頁 為此他做了新約的中保 既然受死 熟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 便叫蒙昭之人 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希伯來書九章十五節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提到了 熟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 你在舊約裡面的罪 暫時被遮蓋住了 可是到了新約 耶穌直接贖了這一切的罪過 過去現在未來 以前死掉的那些聖徒 以前那些因為獻祭的牛羊的血 暫時遮蓋的罪 耶穌也在實際上一次贖掉了 這是這個經文說的 新約的中保 更美之約的中保 我們再看下一頁 按著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結淨 若不留血罪就不得赦免 希伯白書九章二十二節 感謝主 主留出寶寫我們罪得赦免 你就蒙福了 你就被稱為藝人 你就因性稱異 我們再看下一頁 照著天上樣式做的物件 必須用這些祭物去結淨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結淨 絕書 祂親自的成為那個更美的祭物 最完美的祭物 而且只一次獻上自己 你就蒙福了 所以你常常在想 我是不是可以再做得更好 讓神更喜歡我 抱歉 神沒有辦法更愛你 更喜歡你 因為祂用全部的愛愛你了 那我是不是該做一些事情 讓神更喜悅我 我要更多的奉獻 更多的古今 更多的禱告 更多的敬拜 更多的... 神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可以更祝福我呢 或是神是不是這樣 可以買到更多神的愛呢 我告訴你 這一切是白白給你 當然你可以更多的讀經 更多的禱告 更多的來認識神 更多的服侍神 可是呢 是你得到神這個最美的祭物 的這個美好之後 因為這一切的美好 你願意用你的愛去回應 不再是用你的行為 去買祂的祝福跟救贖 乃是白白得到祂的救贖 跟恩典之後 把那一切的祝福分享出去 我們的好行為 不是要使你得救 我們的好行為 是得救之後的成果 我們的好行為 是要使世人看見 將榮阿歸給父神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八天父我祝福 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們不再是靠自己 去做些什麼 乃是聖靈在我們裡面 引導我們 我們不是好像 舊約裡面有一堆龜條 我不做會被懲罰 乃是現在在愛裡面 我因為愛神 我因為愛這個人 而去做這一切的事 主要是給我們這裡 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們當然有很多弟兄姊妹 好像愛不夠 好像覺得裡面好像枯乾了 你現在不再是 好像要倒空自己 聲音上根本沒有 你要倒空自己 是耶穌幾乎倒空祂自己 你要做的事情是 求耶穌把祂的愛 倒到你的裡面 求耶穌把祂的能力 釋放在你的裡面 求耶穌把祂那個 充滿愛的那個 憐憫跟恩典臨到你 然後你就有力量去愛 而在那之前 你需要的事情是 安息來領受 祝福你在真正的約裡面 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樂 上帝喜悅你 倚靠祂安息 再倚靠祂得勝 奉耶穌祢祢祷告 Amen